今天是5月9号 A股已经收盘了 指数全线上涨 题材权重都在勾 A股上证指数创反弹新高 明天会继续涨吗 明天的目标是不是3200点呢 接下来怎么走 市场板块轮动加速 在这种行情下赚指数却难赚钱 那我们的股民该怎么操作 重心在哪里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就当下的盘面 做个技术解读 讲之前平均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首先问一下大家指数今天上证 创造了反弹来的新的高位3158.46 那我问你你的资金创新高了吗 你的账户创新高了吗 但我想告诉大家是很多人应该都还在 是吗 还在水深火热当中 指数涨了 账户没涨 甚至账户还在亏钱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行情下 它是属于轮动加速的 节奏不对努力白费 昨天割入的 今天没有低位买回的 我估计在厕所里面哭了 所以这种行情下看似很好 看似行情很不错 但是做起来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这市场的持续性不太好 就是说今天是这个板块上涨 明天就是那个板块上涨 那么你操作的难度非常的大 尤其是最高的容易高位接盘 高位站岗 那有人会说高位接盘 高位站岗 我要不要割肉 你一割肉他又反波了 所以是不是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那接下来怎么涨啊怎么办 其实我告诉大家这种行情下最好的策略就是什么 抓住 有助某些重点板块 轮动操作就没问题的 对于当下的行情其实 最忌讳的就是什么 这里追一下 那里追一下 到头来指数涨了 钱亏了 大家觉得对还是不对 好 那对于明天的行情 其实有冲高的预期 朋友们继续走向预期是有的 因为今天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明天又快周末了 那今天都没撒跌下来 都没有套下 明天是不是准备创新高了呢 好 那重心在哪里 哪些行业要注意明天要涨的话 重点还是看谁呢 其实毫无疑问 大金融表现尤其重要 大金融明天能够稳住 就一定是好的 银行也好 证券也好 这些必须要什么 要稳不能再砸盘了 尤其是证券 证券在明天的话 如果再砸盘的话 对整个盘面影响是非常大的 但我相信这位的证券 也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他如果再调整 如果再往下刹有跌 那我觉得仍然是机会 倒车接人 包括中指头方向也是一样的 而且你发现没有 这段时间的大群众方向 也是属于一个轮动轮换的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房地产 房地产板块 今天是不是涨了 涨了1.31 昨天是不是跌了 所以昨天你看出现一个沙跌 跌了两个多点 如果说在昨天沙跌过程中 对吧 很多人就怕了很多人割肉了 今天来一个冲高 是不是又哭了 所以我在前面跟他讲 讲这个方向的时候讲得很明确 是吧 急跌急杀 对有些人说反而是机会 急拉冲高 那就是什么 就是高位减仓的时候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 这段时间房地产利好是比较多 什么意思呢 就各个地方政府都在出台利好 以前限购 现在是很多地方都已经取消性购了 所以房地产在短期会有机会迎来 移动 迎来超低反弹 这个是我在前面讲过的 但是他并不说 利好加持下 他就会大涨 就会暴涨 就会反转 这个还是要注意 只不过是中长期下跌 比较惨的 利好加持下 可能会有一些小幅度的一个反车的动作 就是大家要理解的 要注意的 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权重板块 属于一个轮动的状态 状态 包括北九 这些方向也是一样的策略 对不对 近期的北九你看表现 也是属于一个什么 一个轮动 昨天上了今天又钱了 而且北九的话 近期的资金关注度有点高 开始有资金回流了 原因在于什么 原因在于贵州茅台业绩的爆发 对不对 贵州茅台发布了2024年的 第一个季度的业绩 它仍然属于增长的 而且这个增幅还是有点大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近期的话 感觉有资金又开始回流相关板块 那我并不是说叫大家去追高 就说像贵州茅台这种行业 龙头的话 在调整到一定低位的时候 如果它趋势出现反转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做一个抽跌反弹呢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这么去认为的 所以在权重方向的轮动 大盘将继续挑战上方的高位 所以朋友们指数没有问题 关键是你的节奏要对板块要对 一说起这个可能大家就郁闷死了 为什么郁闷死了 你看今天A股 反攻了有超过4200多家票是上涨的 直接9百多家票是下跌的 但是这个环面你会发现 有多少 有51家票是跌停的 但同样的也有60欧家票是涨停的 哎涨停的一大片 跌停同样一大片 所以这个节奏不对 还是容易亏呀 还是容易大亏呀 对不对 那怎么做呢 那我们来看板块 今天的板块表现最强的是谁 今天板块表现最强是什么 硅金属这一块的啊 金属裂孤啊动力电池这一块说不就是什么 资源股 还有就是新能源这一块 但是这个你能持续吗 我先问一下大家 在昨天前天我重点讲过这个新能源方向 说可以潜伏可以低吸 但是你不潜伏你不低吸的话 这里拉高了 那你去追能不能追呢 所以是吧 你追错了又是冲高回落 这里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市场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他总是在我讲的这些品种里面转 你比如说近期市场的肉点对吧 总是在里面转 什么汽车科技 还有这个军工 还有这个新能源 总是在里面转啊 所以你抓住这些重点 咬住这重点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 好那除了这个方向之外 你看今天其他板块就是染料这块 合成生物这块属绿盘的 那我觉得这个跌幅也不是很大 你比如说这个合成生物 合成生物是近期市场的核心品种对吧 这个人气品种 你看近段时间持续上涨 那么他今天收费调整一下 我觉得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一些前面的票还在涨停 这里再一次的给大家提醒一下 经过一段时间大涨 那么已经出去分化了 后排的话有些票开始撒低了 开始备案了 所以大家后面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再轻易的盲目的再去追了 你看像这些票的话 像一个一个额康 像这些你看是吧 涨到高位以后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理性 保持谨慎 整体来说只有前排的还会有机会 继续走向后排的话 大概就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 所以这段炒作差不多就结束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性 当然后面的话如果有冲高 有反攻的话 前排的一些票的话 有机会的给你高位解套的 我觉得大家赶紧还是先撤了再说 从今天盘面来看 那是属于一种什么轮动很快 分化很严重的状态 早前把主要集中在电力设备和新能源方向 这一块 那么这些是我在近期重点讲过的板块 所以跟紧的咬住了 我觉得没问题 吃了喝它其实都是比较能够理解的 或是比较简单的 但问题是这些方向 你不能轻的居高 你比如说像电力设备对吧 电力设备的话今天涨了你去追高 明天又是备案了怎么办 所以这些方向都只适合潜伏与低吸 不仅他还有包括新能源 新能源是我在近期重点讲天天讲的 我说这个方向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是调整就聚会 调整就聚会 但是很多还是 算还是不太理解 那你想想你不理解的话 那你不去低吸的话 这里拉起来你去追高 那你追高的话 他有一些跟风的他明天就被很暗了 明天就被暗了 对不对 那你去操作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今天20厘米的一大片 但是我想问一下 在这些20厘米的 在今天没涨之前 谁知道他会涨停 谁知道他会涨20厘米 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这种难度不就加大了吗 那最好的策略是什么 最好的策略我请你跟大家讲 找一些前期的人机票 去做一个低吸做个潜伏就好 等待他什么轮动拉伸的一个机会 再一次给大家提个醒 提个醒 市场反弹已经是步入了一个新周期 那操作起来同样的有风险 你不要看涨了 哎呀 这个指数创新高了 以后呢 涨停票一天有好几十个 但同样的密年的风险也很大 接一天的票一天也有几十个 你看今天下跌的跌幅在是吧 二十厘米的有一个十几厘米的也有一个 那七八个点的六七个点就是一大片 我刚才讲了今天有50多个票跌停 那也那有人会说那50多个票今天在那里 跌停的主要方向还是在这一块 大家知道吧 跌停主要方向还是在 st板块 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强调大家 你看要注意要小心要避开st板块 那这st板块是现在一段一个主要的风险区 朋友们如果你没有st板块的票 我觉得大家不要盲目的轻易的去接 不用盲目轻易的去什么 去去顶 这个方向随着新国九条的出现 边缘化以后后面会越来越被资金给抛弃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在操作上面大家是需要特别留意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反映到一个问题 是以后我们中国的股市会越来越偏向什么 业绩炒作 所以各大板块的行业龙头 各大板块的一些优质的个股 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后面的话风险会延续这种分货的行情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股市真正迎来了什么 一个新时代 以前是垃圾股炒上天 但是现在的话垃圾股的风险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被资金给抛弃 这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 整体来说市场不悲观 所以可以积极看多 好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